现在的人 问题确实是多 那问题从哪里来的 这是中国传统 能力道德的教学 说话 不能怪任何人 疏忽了年半年了 中国人常讲 三十年是一世 年半年 有七八代了 所以不能怪任何人 只能怪自己福博 没有身在身世 身在乱世 乱世很幸运 遇到祖宗的法 遇到三宝的法 这非常幸运 可是我们孝敬不足 所以 对的利益 不多 不踏实 这是真的 神仿佛社 佛社 修社 第一个条件 就是孝敬 啊 啊 修行当中 年年年年年月月 那为什么呢 功夫提升 你就信得了 往外地流啊 越流越多 你说我知道东西多了 我学的东西很多了 但是小精没有进步 那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所以我非常感谢张家大使 不是他老人家教给我 我不知道啊 怎么样测验自己 就是测验你又没做到 你看你学府 你学中国传统话 祖宗之法 头一个 肖羊父母 封师师长 这两个没做到 别的都有进步了 你的进步是假的 你的进步没有梗 没有本 为什么我们叫一地强调要学三个根 三个根没学 现在懂得补血 恶补啊 要把它补出来啊 我们往生就有可靠就靠得住啊 凭什么往生 凭孝敬 靠孝敬 我天天念他 没有孝敬的心 那就像小朋友唱歌一样 有口无心 喊破喉咙喉咙也枉然 念念都把小经念出来了 这个经上佛说 当孝与佛 应当要孝敬佛 应当要孝敬佛 跟我讲真话了 然后用孝敬之心 对一切众生 那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福 那你就提升到修普贤法了 修普贤法的人往生 生到极乐世界 他是生十包状元徒 他是上辈与上身 不在人下 我们不能不知道 随着念中智慧 都重要 知道一切发空 也知道一切死有 空有不耳 两面都能照顾到 对空对有 对空是不止住 心地干净 一成不然 对事呢 理解样样都做到 没有欠缺 就做得圆满了 念中智慧 都去做 这就能教我忠实 那是金供养 那是金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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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依然 放在金依然 这就是金依然